不少新搞作 出道一年多的他就很威威 獲腰量上內地央視的大型春晚 和成龍以及眾生生代藝人獻唱 非常之榮幸 因為真的非常難得 也很感謝我們的團隊幫助了我這麼多 成龍大哥有沒有教一些舞台上的秘訣給你 他不是教秘訣 他是教一些台風上的東西 因為我們總共有七個人加上成龍大哥和我自己 之後呢 因為我們的手勢大家都不同 他認為有一些東西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做 然後呢 例如就是 像太陽這樣 之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一起做這個動作 我們都說 好啊 好啊 而且他在我們表演完之後 下台階的時候 因為大家女生都穿高跟鞋 然後他就扶我們下台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非常窩心 Gigi因為參與聲心不識 在內地打響榮堂 早前除了在一個音樂聖典榮獲年度新銳歌手獎之外 還憑著飛飛這個舞台 在另一個頒獎禮道 勇奪綜藝年度最佳舞台獎 其實是很榮幸 拿到每一個獎 還有 真的我覺得每一個獎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推動力 令我去做更加不同的音樂作品給大家去聽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還有知道其實每一個獎得來都不容易 因為有很多人去支持 還有每一個背後工作的所有的音樂人 或者是工作人員 所以要很感謝他們 而完成了內地的工作後 Gigi預留假期回鄉過節 她還有盡表孝心 準備禮物孝敬家人 因為我這次新年會去爸爸的家鄉和媽媽的家鄉 所以我不想錯過這次這麼好的機會 而且真的很久都沒有回鄉下過年 所以覺得這個時間一定要騰出來陪伴大家 那你準備了什麼禮物送給他們 準備了 但那個不算是禮物 都拿了一些金錢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自己出一分力 可能在年夜飯那頓飯出一分力 去買多點菜 或者是大家需要的物資等等